诸位老师 诸位同学们 大家早上吉祥 阿弥陀佛 我们有一个同样的身份 我们都是中华儿女 颜黄子孙 大家今天共聚一堂 而且我们是在马来西亚的福隆弥陀村相聚了 也等于是我们的祖先到了马来西亚来发展 诸子芝加格言有说到 祖宗虽远 祭世不可不成 祖宗虽然离我们很远 但是我们不能忘了这个恩德 祭世也要很真诚感念他们的恩责 因为《易经》当中给我们讲了一个 宇宙人生的真相 叫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就是行善之家 他的后代子孙 都会得到辟应 这句话大家听过吧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就像我们开幕啊 我们唱国歌 这个忠孝啊 是做人的根本 我们思维一天 从我们醒过来啊 大家想一想 一天当中啊 有多少个行业在服务我们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看眼睛一张开 黑黑的 怎么办 开电灯 电灯怎么来的 电灯公司来的 他有多少员工啊 再来 这个下床啊 你要穿拖鞋啊 然后你灌洗 你看牙膏 牙刷 自来水 而不是一开就有了 自来水公司来的 包含整个社会的安定 他要有警察 他要有军队 种种 大家想一想 一天当中 有几个行业服务我们啊 这个算不算国家恩呢 我们人生 要养成一个 知恩 感恩的心啊 不能把所有的事情 都视为理所当然 那这个念头啊 就很折服报了 就像父母恩重 我们视为理所当然了 那我们的言语就会 伤到父母啊 忤逆到父母了 所以这个 一念之间 祸跟福的差别 差很多了 我们也要培养一种 去感受 这些 真理的 能力 感受自己的念头 产生的力量 感受 我的一句话 对人的影响 做一件事 对人的影响 我们懂得 爱我们的父母 尊重我们的父母 我们就懂得 爱别人 尊重别人 刚刚老和尚有举了 弟子规啊 前面四句话 来勉励我们 那同样的 这个 我们不懂得 爱人敬人呢 就会伤害到别人了 这个我们都要懂得 去感受 我们就不愿意 做伤害别人的事情了 因为 孔子有教我们 己所不欲 大家配合一下 还是你们都忘掉了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我们圣教 就是教我们 自爱 爱人 自利 利人 那我们今天要去爱人 去利益人 甚至我们要爱护自己啊 诸位同学 大家觉得 自己会爱护自己吗 爱护自己的人 会不会熬夜 爱护自己的人 会不会打电动玩具 打三四个小时 不会哦 那大家想一想 爱自己容不容易 要有理智哦 所以 诸子之家格言说 子孙虽语 经书 不可不读啊 一个人培养理智啊 从哪里学来了 诸位同学 你学 X加Y等于Z 可不可以学到理智啊 要从哪里学 经典 它开发我们的性德 所谓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它能开发我们的本善明德 所以大家注意哦 现在学历高的人 多不多啊 比以前多很多哦 但会不会做人 有没有智慧 那不一定了哦 那经典呢 要沉传下来不容易哦 我们刚刚看的这个片子 渊远流长 任重道远 可以感受到啊 首先 这个姚舜语汤 文武周公 包含孔子 把文化呢 沉传下来了 接下来 孔子以后的每一代 已经经过两千五百多年了 这里面只要有一代 他也没有船啊 这文化就断了 所以今天我们能拿到这些经典 容易不容易啊 你们可能感受不深啊 像成德 在全世界各地跑啊跑啊 有一些宝贵的书就丢掉了 更何况这些战乱的时候 影响非常大了 而大家注意哦 全世界的古文明 四大古文明 来我们复习一下 你们不要学完都还给老师 来 四大古文明有哪几个 大声一点没关系 法布施德聪明智慧 我们昨天网上有说到了 哪几个 哈喽 这么难吗 我们李校长 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 好 谢谢 谢谢李校长 我们掌声感谢李校长 古埃及 古印度 古巴比伦 中国 只有中国没有加古 代表什么 其他几个已经失传了 连文字都看不懂了 更何况是他文字背后的文化 更不容易了解了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 所以一个人没有沉传文化 他可能就随着这个欲望 现在功利主义 享乐主义 随波逐流去 我曾经看过香港一个 学者他就说了 我们中华民族是 拥有五千年 文化智慧的民族 近代没有学了 居然变成最短视的民族了 短视到什么程度呢 可以为了几百块 几千块 伤害自己的父母 老人 我们听到这里 我们的祖先 有没有在流泪 五千年的智慧文明 没有学了 现在后代子孙 变成这个行为 那我们 中华文明留下来 昨天跟大家强调一点 任何事情都离不开 两个字 叫因 配合一下 因 果 你们配合一下 我今天才好睡觉 是吧 不然我会伤心的 我的功夫还不够 你们配合一下 我就很欣慰了 大家日行一散 好不好 好 所以四大国民 只剩中国了 是不是偶然的 有国 必有因 首先是我们的 祖先有智慧 发明了 汉字文言文 这个载体 它才能把文化 留下来 我们不说别的吧 英文 莎士比亚离我们 才三百年 现在 莎士比亚的文章 一般的人 看懂不懂 不大懂了 潜持用具 不一样了 才三百年 就看不懂了 那在五百年 就变天书了 诸位同学 你们读过论语没有 有吧 论语什么时候 的教导 孔子两千多年 我们居然可以看 这是不是偶然的 不是啊 所以身为中华儿女 很有福报 有汉字文言文 还要代代沉船 我们才能学到 就像我们在海外 更难 昨天我们有同学说了 他不是去进中学会学的 他是到哪里学的 他是在学校 有交弟子徽 大家有没有印象 学校为什么会交弟子徽 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从2007年 我们校长职工会 李津华校长 他们带领 办传统文化的培训 培训华教的老师 华小读中的老师 后来在学校里面推 发的地子徽已经超过100万本 各位同学 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 有果必有因 而这个华校 在我们马来西亚 是奇迹 都没有断层 大家看一下 离我们最近的印尼 不能学华文 多少年 三十年 所以在马来西亚 是很有福报的 我当时去印尼 演讲 加达四水 我讲课的时候 要翻译 讲个笑话 要停几秒钟才会笑 因为要翻译翻完 结果我讲了一个成语 复经请罪 大家知道吗 这个战国 令相如 是吧 连婆 你知道我讲 复经请罪 讲了多久 你知道吗 我还要介绍一下 从前有一个人 叫令相如 我讲了半天 那个翻译人员也很辛苦 我只要 像我跟你们沟通 就四个字 复经请罪 你们就听懂了 所以都不是偶然的 都有灵连玉老先生 沈牧瑜老先生 包含我们李校长 他们全身心的 为文化传承付出 我们才学得到 所以 我们珍惜这个文化的瑰宝 成先 起后 既往开来 是我们每一个人 对家庭 对社会 对民族 的责任 不然我们 会对不起子孙 没有脸见祖先 尤其 我们处在这个大时代 老和尚 我曾经见过 老和尚 见到新的朋友 人家请教他 您是哪里人 老和尚说 我是地球人 我们同乡 老和尚 这个言语 很有智慧 代表 这个时代的人 要怎么样 不要分彼此 我们同样都是什么 地球人 而且也提醒我们 现在的地球是 修期与共 生命共同体 大家注意 澳洲 2020年火灾 好像烧了四个多月 大家知不知道 排了多少 二氧化碳 排了多少 那没有办法算 那吓死人 请问这些排上来的 影不影响我们 影响 你看每一次印尼 一烧东西 影不影响马来西亚 影响 所以要不要到印尼 去讲课 要不要 要啊 我们息息相关 大家看刚刚的影片 提到 现在天灾 天灾 人祸 不断 而现在能解决 这些问题的 只剩下一个 古文明的智慧 是最能解决的 五千年的文明 所以中华文明 在现在跟未来 对世界 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身为 炎黄子孙 我们手上有解决 这个世界问题的 法宝 诸位手上都有 所以身为炎黄子孙 这一身注定是要来 帮助这个世界的 来救这个世界的 诸位同学 你愿不愿意啊 当然我不是勉强你们 你们愿不愿意啊 马来西亚的华人 比较含蓄 这个我知道 我已经听到你们的心声了 不能不做啊 为什么 你看这个世界这么乱呢 我们的祖先有方法 经典有方法 你不去尽一点心力啊 叫做见死不救啊 见死不救 到时候这个生命结束了 见到阎罗王 你见死不救 这个要负责任的 所以人身至古 谁无死 留取担心 照汉清 我们尽我们的力啊 对得起祖先 对得起老和尚 对得起教我们的老师们 然后对得起全世界的人 因为我们有敬了我们的心啊 岂能敬如人意 但求无愧我心啊 我尽力了 好 我好像讲的有点长 就跟大家共勉到这里 谢谢大家 这一堂课算我们第一堂 题目啊 是命由我做 福自己求 我们的祖先啊 他把人生的智慧 涵涉在一个字里面 涵涉在一个词里面 涵涉在一句教诲 经典当中 我昨天好像跟大家谈到 佛说的 万法因缘身 这一句 包含一切哦 大家可以慢慢去体会 我们祖先的文化呢 重视智慧 重视悟性 领悟 不是死记硬背哦 死记硬背哦 会变成考试的机器哦 要启发自己的智慧才对哦 诸位同学们 你们有没有观察自己 你们小学的时候眼睛比较亮 还是现在大学的时候眼睛比较亮 哇这样退回去了 学如溺水行舟 不静 则往后退哦 所以假如我们学得正确啊 应该是越学越有智慧啊 越学眼睛越亮 是吧 学这个智 你看都 祖宗的智慧都含射在智里面了 你看这个学啊 底下一个小孩 是吧 然后呢 上面 你看有个盖子啊 要把这个盖子给他 拿开来了 就把障碍智慧的 这些烦恼啊 要把它去掉了 人就会恢复 本有的智慧了 这个智慧 这个智慧 刚刚老法师说的 孝道教育 万善根本 这个孝智啊 是会议智 上面一个老 下面一个子 不可以分的 融在一起 上一代 还有上一代 下一代 还有下一代 所以我们 不能忘了祖先啊 有祖先才有我们啊 再来呢 那其实他是 不明理了 他贪得到哦 也是他命中有福报 才贪得到哦 大家有没有看新闻 去抢银行啊 还没抢到钱呢 被抓起来了 是吧 有些真的抢走了 那真的抢走啊 是他命中有那个福啊 可是因为他这个行为 是错误的呢 就把他的福报 大大的折损了 他假如命里 连碰那个钱都碰不到啊 他还没抢到 就被抓起来了 所以他是小人冤枉 做了小人 所以古代有一个人 做到不证史 那个官位算蛮大的了 叫贪污啊 后来他的子孙啊 都遭殃 死的死 败的败 最后到孙子辈啊 都当乞丐了 这个叫鸡不善之家 必有余秧了 所以我们跟祖先分不开啊 我们跟后代也分不开了 所以这个孝智啊 把这个真相告诉我们了 但也告诉我们 百善孝为先 人是万物之灵啊 与天地并列三财啊 三字经说的 三财者 天地人啊 顶天立地啊 这是人啊 这个字啊 就展现出这个 气象出来了 有没有 这两撇的人 顶天立地啊 我们要把人格活出来啊 不能活得 像孟子提醒的啊 人吃得饱 穿得暖 饱食暖衣啊 每天在那里享乐 没有人生 有意义的目标啊 一居而无教 又没有好的教育啊 则静于情受 你看人格变成堕落了 我们常听啊 乌鸦反扑啊 乌鸦都知道 要孝养他的父母啊 羔羊 你看那个羊 要吃奶的时候 跪下来吃啊 羔羊贵乳啊 连畜生都不忘 父母恩啊 那我们人 假如不受好的教育 不只忘了父母恩啊 还忤逆父母啊 哇 那这一生就堕落得 太严重了 所以祖先在字当中 有人生的真理啊 在一个成语当中 我们看 跟字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命由我做嘛 福自己求啊 诸位同学 你能想到跟这个字 自己的字啊 有关系的成语 我上课呢 不是只有我讲 你们可以一起参与 有可能麦克风 会到你的面前 当然不要紧张 要平常心对待 知之为知之 知道就说知道 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不要制造紧张 我们默契还不够 OK 好 来 大家有没有想到哪一个成语 有请 有请 这个韦尼很忙 阿弥陀佛法师好 我是想到自求多福 自求多福 自求多福 来 还有没有 我们的祖先还留给我们的 字啊 词啊 经典都是宝啊 昨天我们一起探讨过 不要忘了 你看万法因缘生 这一句话在哪 你看你今天交朋友 他是因缘生 他有受他家庭的影响 家庭是不是他的缘 他受学校教育的影响 这些都是他成长的因素 假如你了解了 哎呀 怪不得他会这样 你就会包容他 你会从因缘去感受去观察 假如你不懂得因缘 哎呀 他怎么会这样 你就会对他的一个行为耿耿于怀 你假如知道他的因缘 哦 原来他为什么控制欲这么强 因为他从小缺爱 哎呀 他没有安全感 哦 怪不得 你就很会包容人了 哦 所以万法因缘生好不好用啊 好用啊 你交朋友你就用上了 再来呢 你做事啊 你也用上了 事情啊 都有因缘啊 缘就是条件啊 哎 这个事情啊 条件还不具足 不要强求啊 你就不会强求事情了 强求起来很痛苦的啊 哦 昨天是这个 这个灵慧是吧 问了一个问题 他有一个朋友 哦 之前学了佛啦 学了传统文化啦 可是现在遇到感情问题啊 不可自拔很痛苦啦 好 这个跟因缘有没有关系啊 有啊 诸位同学 一个人会痛苦啊 也是因缘所申法 也是因缘哦 有一些人遇到感情问题 他就痛苦不堪 有一些人遇到了一切随缘啊 一不一样 同样遇到感情问题啊 同样的缘 可是因不一样啦 因在自己哦 有些人经历一件事变成熟了 有些人经历一件事呢 走不出那个痛苦啦 你们有没有遇过啊 亲戚朋友 在那里痛苦的事 二十年前的事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有没有 讲的时候还 手还在发抖 诸位同学 你们有没有 五年前 十年前的事 讲的时候还在发抖 那就不够看得开了 所以真正了解因缘的人 就知道 不是他让我痛苦的 他只是个缘 是我放不下 让我痛苦的 假如我放得下了 他不止不能给我痛苦啊 他还会让我成长啊 经一世啊 长一智啦 哎呀 我太强求了 根本就不成熟啊 我还自己折磨自己了 这叫自讨苦吃了 哇 你看 又绕回来这个字了 讲个故事啊 有一个人呢 他谈了感情啊 后来呢 对方啊 离开他了 他非常痛苦啊 离开完没有多久啊 这个女的就嫁人了 他更痛苦了 后来遇到一个高人啊 就告诉他了 从前呢 有一个女子啊 去世了 刚好啊 在海边呢 去世了 有一个男人呢 走过来了 看到了 很怜悯啊 把自己的衣服啊 脱下来呢 盖在他的身上 走了 第二个男人 走过来 看到了 他就挖了一个洞啊 把这个女子 安葬了 好 这第一个男人 跟第二个男人 付出一不一样啊 不一样吧 一个只是盖了一件衣服啊 一个挖了一个洞啊 把女子安葬了 结果啊 这个女子 跟这两个男人啊 后来又在这一世啊 相会了 第一个男子呢 只是盖了一件衣服 所以这个女子啊 只跟这个男子 谈了一段感情 但是呢 没有成婚 就是第一个男子了 第二个男子 跟他成婚了 就是那个 帮他安葬的 这个男子了 大家开悟了没有 你看你这一生的 人生的缘啊 跟前世有没有关系 有啊 你跟他是一段感情的缘 还是终生的缘啊 那是前世注定的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啊 你了解了 一切不离因缘果啊 就不会看不开了 诸位同学啊 看不开折磨的是谁啊 自己啊 看得开了 任何人事啊 不会让我们烦恼了 所以你得心安 道理得到了 道理明白了 心就会安 就不会因为很多人事啊 烦恼痛苦了 所以大家现在还有什么痛苦啊 可以 不方便说的呢 你写给我 不用签自己的名字 你写给我 我们在课程当中 老师们会跟大家在探讨 I promise 我保证 有经典 有各个宗教的教诲啊 有佛法就有办法 有经典就有办法 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只有自己看不开 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好 那 我们刚刚 练到成语了 自求多福 自讨苦吃 都在自己的一念之间 我们不用麦克风了 大家那么年轻 直接喊出来就好了 还有没有 自作自受 好 你看这个提醒我们 不能怪别人 都是自己自作自受了 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 我们这个礼拜会读到这一部经 太上感应篇 开篇就告诉我们这个真相了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我们过去今生做的善恶啊 如影随形 真的哦 跟大家举 清朝 康熊 五年 记得蛮仔细的哦 当时候呢 有伊斯兰教徒 叫哈欺 他开了一个餐馆 旅店 结果有一个人 在他那里吃完饭呢 离开的时候呢 忘了拿他的包袱 结果里面呢 好像有二十斤 的钱 这个哈欺一发现呢 就找他的兄弟哈九 哇 他们可能生了不少 哈九啊 赶紧赶过去 还给这个人 结果这个人正要坐船呢 赶上了 交给这个人呢 突然 这个大河中啊 船翻了 这个主人啊 挺善良的 他就大声喊啊 他觉得说 这个钱也是失而复得啊 哪一个船只 救了一条人命啊 我给多少钱 哇 他一讲啊 哇 所有的船只 非常积极去救人 但是呢 这个海难啊 算蛮严重的 只救了一个人 就活了 那个人是谁呢 是哈欺的儿子 哈欺的儿子啊 被救起来了 大家想一想啊 假如哈欺没有叫兄弟哈九 把这个包袱赶快送过来啊 这一个施主 他也不会马上大喊 救人啊 给多少钱啊 就错失了这个 救他儿子的机缘 所以善恶之后就像影子一样啊 跟着我们啊 所以有两件事不能等 第一件 行孝不能等 行孝 有可能 子欲养 而亲不待了 父母不在了 我们想静孝来不及了 昨天就有 同学讲到 他也是妈妈带他去接触传统文化 可是他现在妈妈不在了 所以行孝要及时 第二呢 行善要及时 就像这个哈欺 他马上把人家的 遗失的东西归还 这是行善 救了他儿子一条命啊 所以行孝要及时啊 这个在 有一本书啊 历史感应统计 这一部书呢 是 将二十五史 这二十五史是历代的历史 每个朝代的历史里面 真实的故事 里面有大顺啊 甚至于像唐朝的奸臣 李灵符啊 这里面都有会集了 善得什么善报 恶得什么恶报 其中有一个人 他在 像现在的餐馆服务 以前叫客栈 结果 不是 他 他去吃饭 那有这个客栈的服务人员 来服务 他跟朋友啊 吃得很丰富 结果呢 他看到这个服务人员 他的心地很柔软 他说你看人家 跑东跑西的 也没吃到什么 也没喝到什么 他就主动啊 端一杯酒啊 要请这个人喝 拿点东西要请他吃 他的朋友看了都笑他 哎呀 我们也是付钱的嘛 但是你看他心 心地很善良 后来过了几天啊 这个人突然遇到啊 有强盗来了 要杀害他的生命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 突然有一个人 有武功啊 就过来 解救他 救了他一条命 他很感谢啊 他说我跟你非清非故啊 感谢你救我一命啊 结果这个救他的人说了 你可能忘了我了 几天前啊 你还要请我喝 喝一杯酒啊 你看他的善心啊 几天之后起现行啊 救了自己一条命啊 这个都是历史里面记载的啊 所以行善 行效 不能等 好 那 你看 自作自受 自求多福 自讨苦吃 自觉坟墓 这个 自立自强 这个自治啊 主先就告诉我们了 你人生的好与坏啊 谁决定了 自己 不应该去啊 责备他人 所以孔子 在中庸当中 有说到了 这个为人 处事啊 有君子的 风范啊 君子 处事就像射箭一样 射有四乎 君子 射箭 这个箭射出去 没有射到目标 师诸 真骨 那个真骨就是目标 我们说的 把 那个把心 你没有射中了 反求 诸其身 应该 我的技术不好 能不能说 我们这个箭射出去 没有射中 然后就开始说 今天风太大了 还有啊 这支弓箭的 品质不好 所以我才射不好了 那就把责任怎么样 推出去了 其实主要的呢 还是自己的 那我们 这个同学们 有提到了 是会人 有提到了 我们学习啊 恢复我们的智慧 恢复理智 我们就不会感情用事 大家有没有遇过 感情用事的经纪朋友啊 有没有 哇 你们的经纪朋友 都这么理智啊 你们都没有遇过啊 比方说 你们 这个女同学啊 有没有遇过 感情用事的同学啊 不听父母的劝 一定要嫁给某个人 结果嫁了之后 被打得很厉害 那就不听老人言啊 那他对我很好啊 你要冷静 他是以利交者 他是为了 哇 你们家挺有钱的 是以利交者 还是以事交者 你们家很有地位啊 还是以色交者 他因为你长得不错啊 大家要知道啊 以色交者 花落而爱瑜啊 你这个美色会退啊 他还爱你吗 再来他现在因为美色娶你了 他还会接触到其他的女人 他会不会又移情别恋呢 所以观察一个人啊 你不能激动啊 你要观察 他对他的父母怎么样啊 刚刚老和尚有引了孝经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为之背德 违背道德啦 不正常啦 不敬其亲 而敬他人者 为之背离啦 他连父母都不爱 不尊重啦 然后他对你很爱 很尊重 他有目的啦 所以你要先观察 他爱不爱父母啊 他才是真正懂爱的人啊 我曾经遇过一个女的 我这么跟她沟通啦 你看你主上有德啊 你要嫁给这个人啊 有长辈来告诉你了 他对他父母不好啊 你不要嫁给他啊 结果这个女的说 我还是要嫁 我要救他 我说你真有 地藏王菩萨的精神啊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啊 诸位女同胞 你们会不会有 我救他 好 你有这个精神 我是很佩服 但是大家还是要理智啊 你要救一个人 前提是什么 他接受你救 是不是 万法因缘生啊 你要救一个人 你只是他的缘 因在他身上啊 他得把手举起来 让你拉 他连手都不举起来 你纵使力气再大 你也救不了他 孔子智慧再高 学生不听他的话 他也救不了啊 朽木不可凋野 是吧 所以大家注意 这个万法因缘生 非常好用啊 自救者天救 自己愿意救自己的 天才救得了你啊 所有父母老师的爱啊 才帮得了我们啊 因为我们不听了 他们帮不上忙了 自救者天救 自助者天助 自弃者天气 放弃自己的人啊 谁也帮不上忙了 你们有没有遇过朋友啊 你怎么劝他 他就接受不了 你也爱莫能助啊 你帮不了他了 所以诸位同学 你们已经进入青春年华 容易激动 所以不能感情用事 不能意气用事 尤其在很多人生 重要的抉择上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所以你要跟谁工作啊 投入哪个行业 跟谁样的领导人 都会决定你的发展 这个都要用智慧啊 去判断 像成德啊 做事业呢 我跟老和尚干 我跟阿弥陀佛干 阿弥陀佛是我的后台老板 你看我有后台老板 后盾 阿弥陀佛在这里 还有我跟谁干呢 我跟姚舜女汤文武周公干 因为我弘扬中华文化嘛 大家想一想啊 这些祖先会不会加持我啊 我现在头皮有点发麻 他们都会加持我啦 因为他们一心一意啊 希望后代子孙 都能遇到这些好的教会 包含啊 我今天跟大家讲课啊 你们的祖先会不会加持我啊 会啊 他说 哎呀 我的后代终于走进这个门啊 现在得加持我们这些老师啊 启发大家的善根啊 我待会会讲一些祖宗的故事 所以你看 你跟谁学习 跟谁工作 你的终身伴侣 这些重要的决定啊 你都要有理智 要有智慧的 好 所以啊 以后 找对象啊 一定要拿一本书送给他 叫地子龟 他拿了之后啊 他很相应 这个教得很好啊 代表他有善根 当然呢 你不要一听他喜欢地子龟 你就嫁给他了 现在呢 狡猾的男子很多了 他一观察 他有学地子龟 我要投他所好 这个 小心一点 现在都要 所谓 要double check 这个保险啊 要上 上两层 不能只上一层 你要再检查一下 他虽然不反对地子龟啊 他有没有去做 你从这方方面面去检查了 万无一失 所以看事啊 要看得深啊 不能看太表浅了 好 所以这个地子龟 还有这个功用 能够让你啊 逃过一劫 假如他一看 不相应 哎呀 这个都过时的东西了 不学了 哦 那你就要 小心一点了 哦 好 那我们啊 这个时代啊 变化非常快 变化很快啊 会让我们形成一个心态 我要敢流行 连那个手机啊 什么 iPhone 请问现在 现在iPhone到第几代了 好几代了 最新的是第几代 第四代 十四代啊 我们在这个时代 你会不会要有一个担心 赶不上时代 会不会有这个感觉 大家注意哦 你赶这个时代啊 赶这个流行啊 到底是对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啊 要注意了哦 你们有没有见过 很在乎 手机一定要赶上 十代 那他会常常换手机哦 请问现在iPhone 每一个同学啊 买运动学买七八双啊 你说他才一双脚 这个七八双要出门的时候 还在那里 要穿哪一双啊 很伤脑筋耶 是吧 你看我就一双 都不用伤脑筋 你说他买那么多双来干嘛的 来炫耀自己的啦 每一次啊 每一天换一双来 穿给我们看 让我们羡慕的 其实都是虚荣心啊 在那里攀比啊 人一染上攀比啊 他的烦恼就到了 人比人 气死人 看人家双眼皮 不甘心 割 是吧 看人家整容了 不甘心 整 这叫破坏自然景观 大家注意哦 现在为什么一下雨啊 土石流 泥石流啊 因为破坏自然景观 我们的脸是自然景观哦 你破坏了会怎么样 隔几年啊 天气一变化 你就有感觉了 可能你后半身啊 就会有病跟着你啦 是吧 伤精动骨啦 有流鼻啦 而且最重要的 人气质要好啊 气质是什么 相由心身 有些人长得不是很漂亮 但是很有人缘 人家看到他就很舒服了 这个枕笼枕不出来的啊 你看他长得还不错 但是很有傲气 人家一跟他接触就很有压力 没有人缘啊 有气质的人啊 五十块的衣服啊 穿起来跟五千块差不多啦 没有气质呢 五千块一穿 你猜 这个衣服多少钱买的 五十吧 马上吐血啊 好 所以要重视啊 更高贵的东西 重视什么 不变的真理 你假如忽略了不变的真理啊 你这一生会越来越痛苦的 会活得很难过 所以诸位同学啊 我们不能啊 随波逐流啊 现在都是享乐啊 功利啊 的风气啊 科学家 做了一个调查 他找了很多的人来研究 后来研究出来了 一个人 一两岁的时候啊 平均一天笑一百八十次 你们有没有观察那个小婴儿啊 一两个月啊 很奇怪啊 都没有人跟他讲话 他也能笑呢 有没有 他平均一天笑一百八十次 人成年以后啊 平均一天笑七次 这科学家研究出来了 好 这一个实验告诉我们什么 人会越活越笑不出来 现在的人工作啊 有的一天超过十个小时啊 他努不努力啊 他拼不拼命 很努力哦 你们有没有见过 哪一个人很努力工作 然后他说啊 我努力啊 就是为了越来越笑不出来 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 有的话 可能要送精神病院啊 所有人这么努力读书 努力工作 为了什么 为了追求幸福快乐 诸位同学 你是现在笑得出来 还是十年前笑得出来 十年前啊 那要注意了 你已经随波逐流了 你已经随着 社会风气越活越笑不出来 不能走这条路哦 我们每一次上课 都先给我们进宫老和尚行礼 是吧 你看他的笑容 参不参烂 老和尚的笑容笑起来 跟婴儿一样参烂 他老人家越活 越快乐 没有越活越笑不出来哦 他老人家说 老师 他感恩老师 他过上了人生最高的享受 快乐啊 有智慧啊 我们能遇到他老人家 是我们的缘分跟福报哦 你没有那个缘分福报啊 你遇不到他老人家教诲哦 诸位同学 你的朋友里面 认识老和尚的多不多 不多吧 所以你有福报吧 你能遇到一个大智慧的人 是你人生的福报啊 那要怎么珍惜这个福报啊 听他老人家的教诲啊 效法他老人家的德行 哇 那你就是大福报的人了 像诚德啊 才效法一点点啊 得到很大的受用了 首先大家看呢 我的人中很短啊 你看你们的人中都比我长 人中代表寿命啊 我应该是四十几岁的寿命啊 短命啊 结果我在 那个四十几岁的时候啊 我现在五十一了 身体真的出问题了 幸好跟他老人家 这一二十年啊 做了一点事情了 这个命捡回来了 所以我没有遇到他老人家 我现在还有没有活在这个世间 不知道了 再来呢 另外一个好处啊 我以前很会担心事情 患得患失 去考试都紧张到啊 睡不着觉 还吃镇定计 结果还是没考好 因为要考试的时候啊 隔一天吃了两颗镇定计 没效 一考试呢 有效了 就头昏脑胀了 我当时候去考试的时候啊 我太容易紧张了 全家总动员啊 陪我去考试啊 我有两个姐姐 结果到了考场啊 遇到我同学 她的妈妈 她就对我两个姐姐说 哎呀 你们真好啊 陪你哥哥来考试啊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 我这个得失心啊 悠能死人老 看起来都比我两个姐姐 年纪大 现在学了之后啊 得失心啊 慢慢放下了 没有老得这么快了 你们现在看我长得像几岁啊 你们要日行一扇 没有老这么快了 要停止 稍微没有跺得那么快了 这个是我得到的好处了 所以大家 不能视为理所当然 遇到老婆上 很正常啊 不正常 要珍惜这个缘 其实啊 大家还要更去体会了 当人不容易啊 当炎黄子孙不容易啊 诸位同学啊 你现在假如身在非洲啊 你能学到中华文化吗 就比较难啊 就比较难啊 还是有啊 我们有一位法师啊 惠礼法师啊 他到欧洲啊 收养很多孤儿啊 教他们 第十规 三次经啊 还教他们 唱广东歌啊 讲广东华啊 都唱好的歌曲啊 那样的缘很少很少啦 你看我们做炎黄子孙不容易啊 大家要去感受因缘之不义 你看我们还跟爷爷奶奶一起住啊 这都是有福报啊 我今天假如不是从小跟爷爷奶奶住啊 我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了 那个孝道啊 学得没有那么深啊 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一看 爸爸妈妈吃的用的 首先都是想到 爷爷奶奶 所以我们已经很习惯了 去叫爷爷奶奶回来吃饭 给爷爷奶奶乘饭 读了大学 一回到家 第一件事 先去跟爷爷奶奶问好 那没有跟爷爷奶奶住啊 学得没有那么深啊 所以三代同堂 四代同堂啊 福报啊 而且呢 还有妈妈留在家里 照顾我们啊 你现在在其他地方很难啊 所以 主委在马来西亚成长的同学们啊 你们很有福报的啊 你看我小的时候一进门 哇 红豆汤的味道 你看 妈妈奶奶啊 爱护我们啊 这个满满的爱啊 从来不会觉得自己缺爱 有匮乏 所以我走到学校 走出社会 我没有缺爱啊 我很愿意给人家 对人也没有控制 就是占有的欲望 这个是我受用终身 的人生态度了 我不缺爱啊 很愿意给人家 爸爸妈妈也很慷慨 所以同学聚会啊 都在我们家 好 那 佛陀啊 曾经 在 这个 奇数及孤独园 就是讲阿弥陀经的地方 刚好旁边有地址啊 佛呢 就抓起一把泥土 然后把这个土啊 放在大地上 然后就问弟子了 我 手指 这个 爪里面 指甲里面的沙多 还是大地的沙多 弟子们说 当然是大地的沙啦 大地的沙多得 没法计算啊 爪上的沙 太少太少了 接着佛提醒了 得到人生的 如爪上土 撕掉人生的 如大地的土 所以大家得人生 不容易不容易哦 佛 做了几个比喻啊 陈德就讲两个就好了 第二个比喻 有一只乌龟 他五百年 出来吸一口气 他学的龟习大法 吸一口气 用五百年 可是呢 他瞎了眼睛了 这是盲龟 五百年 出来吸一口气 而这个大海上呢 有一块浮沫 这个浮沫上呢 有一个洞 这个洞啊 刚好呢 他的脖子 可以穿过去 所以这一块浮沫啊 在大海里飘啊飘啊 突然 这个盲龟 五百年 头探出来 刚好探进那个洞 这样的几率啊 叫得人生的几率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啊 因为我们生出来 就是这个身体啊 你会觉得很正常啊 因为你不知道 放眼宇宙啊 放眼天地 我就不讲别的动物了 我就讲蚂蚁就好了 大家想一想 你们家旁边的蚂蚁穴 有多少蚂蚁 你们家最近的那一座山 我们吉隆坡 我们不说了 我们就现在 弥陀村后面那一座山 有多少蚂蚁啊 整个马来西亚 有多少蚂蚁 那我请问大家 全世界的蚂蚁树木 是人的几倍 我只举了一个动物 其他的昆虫都还没讲 一种蚂蚁就不知道是人的几倍 你说得人参有多难 那既然得了人参 假如随波逐流 那不是很糟蹋自己的姻缘吗 人参难得佛法正法难闻 东土中华儿女难生 这几个难 我们都得到了 所以要珍惜这一生 不然随着社会风气 杀到淫妄 我们就不讲别的吧 就举堕胎就好了 一年统计的五千万 虎毒老虎那么凶狠 都不伤害自己的孩子 人是万物之灵 怎么现在放纵欲望 居然伤害青生骨肉 我都有遇过三十来岁的人 堕胎超过十次了 而且他讲的时候 还有一种炫耀 好像自己长得漂亮的那种味道 在佛经当中有讲 堕胎是堕地狱的罪业 你做一件就得堕地狱了 那更不能 不止一次去做了 这个地狱的罪业 这个要忏悔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大家冷静观察 假如我们随波逐流 贪心 敢恶鬼道 称恨心 敢地狱道 鱼吃 敢畜生道 我们假如贪嗔痴的念头很多 那我们下一辈子 得不了人生了 而且多道三二道 黄念主老居士说 三图一朵五千节 一节就很长了 一节有多长 佛经有比喻 有一个天女 这个一百年下来一次 她穿的薄纱 然后有一颗石头 几十里的大石头 她每一次下来 用这个薄纱 给她称一下 称一下 称到这一块几十里的大石头 称没了 叫一节 所以 诸位同学 当的人 不能再堕道三二道了 要去哪里 你们还没想清楚 这一生结束要去哪里 去极乐世界 最少要去天国 你堕下去了 再出来不容易了 好 我们要为这一生打算 为来世打算 这一生 我们一定要能活得 幸福快乐 不能越活越笑不出来 恭喜大家 你们今天笑容 已经超过七次了 你们已经把平均值往上拉了 对人类做出贡献了 当然更重要的 每一天慢慢的 礼得心安 道理明白了 心安了 烦恼轻了 智慧增长了 越活越欢喜 越活越有智慧 我们往这个方向 不随波逐流 是不容易的 你要很有警觉性 很有智慧 我请问大家几个问题 你有把握 你这一生 不会得癌症的 请举手 你有把握 你这一生 不会得慢性病的 请举手 我跟大家讲一个数字 19世纪 最严重的是心脏病 我当时看一个报道 美国每一天 死于心脏病的人 相当于 好像是做一台 波音747 你几秒钟过去 就有一个人 因为心脏病死了 二十世纪 最严重的是癌症 我小时候 四十年前 还没有听过 谁得癌症 以前的老人 都怎么去世的 睡觉 隔天没醒 走了 现在大部分听到 老人在哪里走 医院里面 大家注意 所有的事 都没有离开因果 以前的人 睡着睡着 无疾而终 为什么现在的人 死以前 都是病的折磨呢 他的因 出了什么问题呢 有果必有因 不是偶然 不是现在的人 倒霉 不是这样的 二十一世纪 二十世纪是癌症 二十一世纪 最严重的 忧郁症 对人 对人影响很大 我们最近接触 年轻人 办一个班 才四五十个人 里面有 忧郁症的 就好几个 而且这个数字 会怎么样 越来越多 因为 忧郁症 请教大家 会呈现这个病 他心里有问题 多久了 少说五年 十年 是吧 你有没有见过 有一个人 我今天很伤心 隔天忧郁症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大家注意 忧郁症 是什么病 心病 心病怎么医 心病能吃药吗 不容易 心病要心药医 心药是什么 心药是经典 圣贤 佛菩萨的教诲 这个是心药 有夺过 无量寿经的 请举手 请放下 为众开法杖 广施功德宝 开笔智慧眼 获得光明身 他没有智慧 他随波逐流 他越来越笑不出来 为什么会笑不出来 待会我们从祖宗的教诲 就能知道答案 所以诸位同学 你们以后 亲戚朋友 很可能会有 忧郁症出现的时候 你能不能帮得上他 你现在要不要 要做好准备 要做好准备 Are you ready? 真的 人最大的遗憾就是 你的经纪朋友需要你帮忙 你帮不上忙 那才遗憾 帮得上忙会觉得 很欣慰 帮得上忙 所以大家 我问大家的几个问题 你有把握不得癌症的 不得慢性病的 所以大家看我们 明天一早要上什么课 照顾好身体是落实 孝道的开始 我们请到王川老师 他是中医师 他也是古琴老师 所以学古琴 不会得忧郁症 心情一不好 感觉这里闷闷的 随着音声 抒发出来了 你一百年前 我看很难遇到 有忧郁症的人 为什么 你看一百年前的人 他读经书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性 摇一摇 烦恼就摇掉了 是吧 他有音律 低之归 深恩熏 唱一唱 抒发了 他的唐诗都可以唱的 是吧 白日一山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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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讲闽南话了 这个都有押韵的 白日一山经 黄河路海流 黄河路海流 是吧 你这样唱一唱 怎么会得忧郁症呢 现在的人都憋着 打电动玩具 那种精神更紧张了 最后憋出病来了 所以学学古琴音乐 都可以修养 身心的 好 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有把握 不得忧郁症的 请举手 要有信心 是吧 好 你们比较含蓄 我知道了 好 再来 你有把握 不离婚的 请举手 这么惨 你有把握 能把小孩 交好的请举手 你有把握 家里不吵架的 请举手 我没有见过 我爸爸妈妈吵架 所以我不知道 怎么跟人家吵架的 我两个姐姐也是 人家讲话大声 她就流眼泪了 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吵架的 没学过 你有把握 不犯罪的请举手 你有把握 不会吸毒的请举手 我问大家这些问题 人生有没有诱惑 有没有挑战 我问了大家好几个问题 你只要犯了其中一个问题 你的人生要幸福 比较困难 那我请问大家 你要解决刚刚那些问题 要不要学习 要不要学习 要啊 你身体的健康 你都没有学过 怎么养生 所以王大夫 王老师会 把皇帝内经 里面跟养生最重要的 交给大家 你们现在自己去看 皇帝内经啊 可能有点像天书 但是呢 这个老师他 他是中医师 他融会贯通 你们有福报 要珍惜福报 好好听课 好好学习了 包含怎么照顾好自己 怎么照顾好父母 都会教导大家 当然这些学习啊 也不是 你们 这个不要看那个武侠片 三十年公里一下 就传给你啊 那个是小说里面的 你们很认真学 老师会和盘托出 全部交给大家 但是啊 每一个人的收获啊 自己的 恭敬心决定的 一分沉静 得一分利益 真诚恭敬 十分沉静 得十分利益 所以大家的语言 是完全一样的 通通一起在这里 学习七天 每个人的 收获一不一样 完全 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些人收获多 有些人收获少 也是自己决定的啦 那我们刚刚问大家 这些问题啊 也是提醒大家 人生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你不能等到这些问题呈现的时候 才在那里想着要解决啊 那就会很辛苦很辛苦了 而这些问题造成 都是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假如一个人有智慧 他不造这些恶因 他根本不可能有刚刚这些问题出现的 所以啊 人生不离因果啊 人生 幸福 与否 掌握在自己手上 身心的健康 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 刚刚我们 周玉婷老师 有讲到了 文化是民主的灵魂 这个是老和尚教导的 我们不能做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随波逐流啊 这些现象也会产生的 我们要有志气 不随波逐流啊 而且我们 要入啊 圣贤人的行列 入佛菩萨的俱乐部 西方极乐世界 是清净海会 众菩萨的俱乐部啊 无有众苦 但受诛乐啊 故名极乐 蔡根坛 告诉我们 装身于千古圣贤之列 我们入千古圣贤的行列 不愿为随波逐浪之人 不作随波逐浪堕落的人 这是我们首先呢 要自我齐取的 好 那怎么才能不随波逐流呢 那我们要接上啊 五千年老祖宗的智慧 我们这种年龄啊 过了中年的了 常常会讲一句话 假如让我再来一次 这是遗憾啊 其实啊 我们接上了五千年的智慧啊 我们就不会做后悔的事了 我们有五千年的智慧来做判断 假如没有接上五千年的智慧 义气用事 感情用事了 欲望做主了 你就会造恶的因啊 我们就要受恶的果了 比方 祖先告诉我们 不能耗损自己的体力 不能熬夜 诸位同学 熬夜是最伤害元气的哦 但是现在的大学啊 我曾经遇到大学生 诶 十一点多了呢 你还不去睡啊 还早呢 他们的活动还没开始啊 什么时候睡觉 三四点 你说一天就耗了多少元气啊 他假如读三年四年呢 读出来病泱泱的啦 还没有读大学的请举手 你们要做好准备啊 不然你进去了 大学变成堕落的地方啊 现在大学归二郎神馆啊 你们不认识二郎神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财狼 财啊 想着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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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着赚钱啊 还有 色狼啊 这种 色欲啊 哇 哇 堕落啦 不懂的 好好读书啦 大家不能归二郎神馆 要归佛菩萨护念 这差很多 那祖先的智慧啊 首先让我们 确立正确的人生方向 人为什么会越火 我也笑不出来 因为他的方向错了 他把快乐啊 定位成满足我的欲望 我就快乐 他不知道老祖宗提醒我们 欲事深渊啊 欲令自迷啊 欲让智慧 迷惑啦 历令自昏啊 一个人只想着自私自利啊 他的智慧就 昏乱了 为什么 财迷心窍啊 色迷心窍啊 所以方向错了 努力有结果啊 不一定会有好结果 他努力的方向就是 不断的要去满足欲望 越火 欲望越多了 为什么一两岁的孩子 一天笑一百八十次啊 因为他没什么欲望啊 爸爸妈妈在他身边 他就觉得是最幸福的人了 结果现在 吃要吃多好 穿又穿多好 还要名牌的 还车子要 B&W的 Jagga的 是吧 都要这些 一追求啊 欲事深渊 掉进去了 这就是越活 越效不出来的原因了 诸苦 所有的苦从那里出来了 皆从贪欲起 人的贪心只要不断增长了 他一定越来越苦 我们 落入了一个误区 就是觉得 快乐是从外面来的 这叫刺激啊 不叫真正的快乐 大家去看 想一想 想一想 你的同学 他常常去 舞厅 寻找快乐的 最后 有没有得到快乐 在那熬夜 跳舞 隔天 腰痠背疼 他只是什么 烦恼 暂时 不去想 藉由外在的刺激 但是大家注意哦 当你所面对的问题 你不去解决 你只是藉由外在刺激 不去想它 请问这个问题 会怎么发展 会变没了吗 不会哦 这个跟身体一样哦 你身体现在有病哦 你说我先不治 那这个病会怎么样 这个病会加重哦 你越早治 越好治哦 身体的病跟心理的病 一模一样了 越早治 越好治 你拖越久 越难治 所以今天 你内在的痛苦 烦恼 你不去解决它 它也会越来越严重哦 所以不能 方向错了 都去找刺激 叫幸福 一定会越来越苦的 真正的快乐 从内而外 从内而外 出来的 这才是正确的哦 所以古人告诉我们 知足 常乐 知足的人 贪欲 少了 他就没有 贪不到的痛苦了 为善 最乐 你看 从内心 行善 不能方向错了哦 不然我们就变成 笑不出来的 那个行列的人哦 还有梦子 有三乐 我们复习一下 第一 父母聚存 兄弟无故 天伦之乐 父母 健在 我们可以奉养 兄弟 手足 深情 大家都 互帮 互爱 天伦之乐 我自己 就感觉 这个天 塌下来 都不怕 后面有 父母的爱 兄弟姐妹的爱 天伦之乐 我小时候跟 爷爷奶奶 住 我记得 我出去旅游 看到奶奶 喜欢吃的豆腐乳 我就 会买回去 孝敬她老人家 她老人家拿了之后 高兴 一两个礼拜 见到人就说 我孙子送我的 你要不要来一块 你看我们现在 想到这件事 心里都觉得 很安慰 当时候有 有孝敬到 奶奶 这件事 离我已经 四十年了 可是我每次 想到都很欢喜 那种刺激的快乐 一没有了 你就痛苦了 是吧 哇 今天 吃了一餐 榴莲餐 吃完之后 每天又想 什么时候还能吃到 所以你快乐一餐 痛苦好几天 又在那里想 大家有没有 想吃什么 想到呢 书念不下去 工作有点 做不下去的经验 你看这个贪欲 所以真正的乐 从内而外 第二乐 孟子讲了 养不愧于天 辅不作于人 就是对得起天地 对得起一切的人 良心很安 哇 这样的人 我有遇过 他躺到床上 One two three 他就梦到周公了 他就开始唱歌了 哇 真好睡啊 因为他良心很安 你做了 怕人家知道的事 这个良心就开始不安了 开始不安了 就不好睡觉了 甚至你得失心很重 躺下去 想明天的事 想得睡不着了 所以人生 很大的福报是什么 吃得下 睡得着 这个福报啊 吃什么 什么都香 这个有福报 有好睡 第二乐 抚养无愧 第三乐 得天下英才而交之 三乐也 其实就是 帮助到别人 假如你的朋友 说了 我这一生 最重要的 就是遇到 我这个朋友 他把地址规 介绍我了 他把传统文化 介绍给我了 我知道人生 正确的方向了 我很感激 我这个同学 那你的人生 就很有价值了 你是很多人 生命中的贵人 你帮助了很多人 这个就是 孟子讲 第三乐 而且像 成德从事 教学 有时候同学进步 我比他还高兴 这真的是 人生的乐趣 好 这个都是 从内而外的快乐 首先 主先教导我们 正确的方向 知足常乐 为善罪乐 就像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子于至善 大学 第一句话 就告诉我们 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大学之道 我们学了之后 我们的人生 会非常有贡献 有意义 因为 他教我们什么呢 明明德 这个叫自爱 明 德 就是 三字经说的 本善 明词不一样 指的是 同样是我们的真心 自性 明德 明是智慧 我们本有智慧 德呢 德能福报 我们本有德能福报 现在被烦恼 葬住了 烦恼一清 智慧慢慢就增长了 我是有增长一点点了 我以前中文都考不及格了 后来对祖先忏悔了 这个心打开了 知识之力也放下一些了 智慧就有透出来了 学的也比较得利 还可以供养给大众 这老祖宗讲的真理 我们自己都可以慢慢去体验 所以首先 爱自己 成就自己 明明德 再来亲民 去利益人名 利益你这一身有缘的亲戚朋友 有缘的众生 这叫清明 你这一身离开的时候 很多人怀念你 这就是你人生的意义了 就像老儿上原籍了 但全世界各地 他的弟子都在感念他 都在效法他 留取担心 照汗清 有意义了 好 那方向对了 要成就自己 成就别人的人生目标 那首先呢 我们得先自爱 才能爱人 我们把自己身心搞得一塌糊涂 然后你去跟朋友说 我来帮你 他说 我看别了 谢谢你的好意了 你都把自己整成这样了 你怎么帮我啊 所以欲爱人者 先自爱 我的德行智慧越来越高了 亲戚朋友一看 来请教你了 这个就爱人了 那 自爱跟爱人 都达到圆满了 自己成佛了 成圣贤了 也帮助别人 成佛成圣贤 这叫子于至善 就是明明得 清明都做到圆满了 就是子于至善了 那我们首先呢 要自爱 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这个祖先就教我们了 诗经说的 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啊 上书告诉我们 做善降之百祥 种种吉祥啊 现前了 做不善呢 降之百秧 大家不要小看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就已经把 每个个人 家庭 世界的问题讲清楚了 现在为什么世界 天灾人祸那么多啊 不善做太多了 当然我们看天灾人祸多啊 也不要担忧 担忧也是烦恼 有担忧可以写下来 我们一起探讨啊 有佛法就有办法 Don't worry Be happy 不要自寻烦恼 都有解决的方法 而且啊 老祖宗说的 你在道中 就不在劫难当中 你自己积德行善啊 哪怕众生有业啊 你也不会遭难 古代有一个孝子啊 这个 李宗 在元朝啊 这个历史都有记载了 他们当地啊 发生大地震 整个地区全部震倒 而这个地震啊 到了他们家之后呢 分成两条路 绕过他们家 过了他们家之后呢 又全部倒 所以地震完之后 只有他一家没倒 因为他非常孝顺 诸位同学 你有没有信心 灾难来的时候 你们家不会遭难 信心很重要呢 信为道元功德母啊 我跟大家分享 我们当时候在卢江办学啊 老和尚也在卢江 讲华严经啊 当时候汶川地震 非常严重啊 我们在安徽啊 上海在我们右边啊 地震是在四川左边啊 震得那么严重 震震震 安徽没有任何地震 没有震感 跳过去啊 上海震得有人从那个 建房子的那个 机器上面掉下来啊 哇 你看 真的嘞 不是古代是这样啊 我们都亲身体验过啊 这是真理啊 人为善 祸衰未至 不是 人为善 福衰未至 祸以离去 你真正了解这个真相 你心就安了 不怕了 但是改造命运啊 福田靠什么 靠心根啊 怎么样 断恶修善 积功累得啊 就要靠自己的心啊 福田靠心根啊 福田分三种 恩田 静田 悲田 恩田 父母恩 国家恩 众生恩 静田 恭敬三宝 恭敬一切人 一切事 我们做事 敬心敬力 这是敬事 敬一切物 那个水不要乱浪费 电不要乱浪费 这个人在积累福报了 悲田 怜悯别人 爱护别人 爱护生命 这些小生命都不要伤害 吃素了 这个也是啊 尽量呢 不要啊 伤害到众生 而且现在啊 解决温室效应啊 现在为什么很多地方发大水啊 很多地方温度很高啊 温室效应 解决全球温室效应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吃素 我们可以敬一份力哦 因为吃肉多了之后啊 原始生灵砍掉了 牵一法动全身哦 真是生命共同体啊 你吃肉要砍很多 这些原始生灵 那原始生灵能够把二氧化碳 转换成氧气啊 现在砍伐太多了 巴西雨林破坏得太严重了 我们马来西亚有很多雨林 要保护好 好像彭亨有一个原始 已经上亿年的原始生灵 要保护好 好 那我们只要能用善心善念 就能够改变命运了 不是改变自己啊 还能改变亲戚朋友 有缘的人 我的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不过我们每天 基本上都会见面 到时候再跟大家多探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